宜兰东山有一家老字号砂锅鱼头 热卖了50年 老店的做工相当的传统繁复 光是高汤就得熬制超过两个钟头 直到完全入味为止 儿子不忍心看到妈妈这么操劳 退伍之后就回家帮忙 并且勤练厨艺 努力延续妈妈的好味道 奏江的气温正式宣告 吃锅的季节来临了 登门拜访的时刻 被这一锅滚烫丰盛的鱼仙 温暖了脾胃 露出满足的神情 味道很纯浓 鱼头的部分吃起来不会有土味 砂锅鱼头如果没有一点油脂的话 它又不像砂锅鱼头 然后吃起来又不会腻 喝了一碗之后想再喝 它的料非常的多 然后价格又很便宜 喝起来的那个味道就很浓郁 不会像有的砂锅鱼头就是 轻轻的这样子没有味道 每来必点的砂锅鱼头 配上特级大白菜 汤头富裕清甜的鸡高汤 带点胶脂 好滋味 没有速成法 利用时间分秒的堆叠熬制 时而大火热滚 时而又温火慢熬 再怎么快也得等上两个钟头 金黄鸡油释出之后 才能换得汤浓味鲜 这种鸡肉它不会沉下去 因为它里面还有油脂 而且要那种凳土鸡 肉比较结实 骨头都比较硬 它的胶质就比较多 然后待会那个鸡脖 整个颜色都变了 然后整个都会沉下去 那就差不多了 要上一夜来喔 来我看看 新鲜云火直达车报道 太太蔡宜珍立刻上前开箱检查 通过初步筛选才能进到厨房 砂锅里鱼头的尺寸也得精挑细选 大小适中鱼身带点肉才是标准 这样可以 这大小鱼现在越来越少 对啊 对啊 我们很早就要先给你犯覆 对啊 人家就是要吃这种 它不需要鲑鱼 这大小鱼才有鱼的味道 煮烧鱼头最好 有的想抓紧保鲜的时间 接手处理 仔细清洗 去除鳞片和内脏 胃的东西 如果里面处理掉 它会气氛很重 它死掉的时候 那些味道 它会渗透到骨头里面 你在处理的话 都没有办法处理掉 一定要活鱼 不能死鱼 死鱼就不好吃 炸的时候 可能把它拍掉 不然会等太多 把它包一层 让它比较不会 里面的水分跑掉这样而已 吃起来会比较软一点 火候和油温的控制 也是重要关键 掌握黄金下锅起锅的时间 锁住鱼肉的鲜甜 没有SOP参考值 用眼睛一看便晓得 囊的时候 放了裤就完蛋 整个就黑掉 炸了时间 你整个表皮都酥脆下就好了 那你怎么知道 里面的手会没 经验啊 从牛灯响口中说出的经验谈 总一派轻松 辛苦的背后 可蕴藏几十年的苦工 回忆起刚接手这间店的那些片刻 排山倒海的压力 瞬间袭来 因为我跟母亲 真的不是再回来接了 一开始很怕把那个店坐倒了 因为之前妈妈他们在经营的时候 那个生意很好 在我们罗东镇这样算是生意做得很好 大家都知道 那开始我也会问啊 也一样都放在一起 到底是什么之前不一样 我也要慢慢地跳跳跳 就慢慢地接近他的口味这样 有点想国中放学下课 就进到厨房里帮忙洗碗打杂 耳濡目染之下 或许遗传的基因 也有着一脉相传的厨艺天赋 当兵退伍之后 不忍心看着父母亲牢碌奔波 于是孝顺的他 结下了锅铲 延续那份料理热忱 说起原本的家业 也不是这些大菜热炒的料理 我爸爸以前是养鳗鱼的 鳗鱼 然后因为水质的问题 就不好养 人家说建议他出来做吃的 然后刚开出来的时候就做砂锅鱼头 民国六零年代 台湾的鰻鱼养殖外销顺行 和其他的行业相比 利润相对较高 只是随着季节 温度和水质的变化 有太多的浮渝问题 经营困难 于是游登祥的父母 转行卖起了砂锅鱼头 清甜不油腻的好滋味 一卖就卖了十几年 当时在宜兰罗东镇 经营得有声有色 我们两个接索以后 离开原本中正堂 妈妈做的那个店以后 我们自己又出去开 是都做一些比较宴客菜 那妈妈看到菜单 有没有很生气说 怎么都跟我 不会 她很高兴 因为我们自己 她以为我们两个行不行 对啊 做到现在就 好像这样子也撑了三四十年了 好像都没有换过工作 一直在做这个 夫妻俩把妈妈的好手艺 发扬光大 开始接外汇伴桌 以及宴客 研发许多创意的私房菜 原来这些灵感的涌现 来自聆听顾客的心知所向 客人来说他要吃鱘 就要吃米粉 然后想一想 他两个把它组合起来 就可以了 上面的鱘是类似 避风堂的做法 为什么要分两次 不能一起烤下去 螃蟹的那个酥脆感就不见了 我最喜欢吃他们南瓜米粉 不会很干 而且很Q 那个南瓜就 因为它南瓜有甜分 所以就会跟米粉混合一起 跟其他我们一般在炒米粉 都不太一样 我很喜欢它这个海鲜 我吃那么多的餐厅 它这个海鲜是最鲜的 而且它料理的手法非常好 让我一试成主顾 吃到现在 同学炒南瓜米粉 已经够澎湃惊艳了 还有一道特别的隐藏版 人家喝啤酒 他喜欢跟我讲说 你买一个雪鱼香醇来吃 他说你跟它炸一炸 然后用一点胡椒盐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 不是跟雪鱼香醇差不多 我就干脆把两个炸在一起 里面还加什么 夏威夷果跟扁鱼 太太蔡宜珍 原本在律师事务所当代书 嫁给油灯翔之后 离开了办公室 走进厨房 他劝我不要过来 他说这个很累 然后你做你那个就好 然后妈妈身体不好 会说你可以晚上来帮妈妈 老板你为什么说嫁错人 做最组的 他知道说一定会合适的 我嫁给他最大 我就是不用欠油 就是他煮的 随着锅产下 便换出一道一道热腾腾的料理 炒出的不只是夫妻俩 食足的热情 更多的是那份孝顺的心意 要多久 咱会避养更多的